关怀总会理事长的身份 要感谢刚才林志远导演所带领的团队 还有剧作者就是施又熙理事 他们共同来完成今天的这样的演出 那当然潘家的后代 他们今天都还是参与这个228的平反关怀的工作 我不知道大家所看到的有几乎 百合花说的是什么战灰 我也特别知道 因为潘沐之在嘉义火车站前面被公然枪决之后 他的儿子有九个 除了刚才说为了去救父亲 出去武装斗争的死了一个 那还有八个 最大的17岁最小的四个月 所以潘太太她从此要抚养八个小孩 那种活着的人更痛苦的一个228受难的景象 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时代的问题来考虑 潘沐之医师她是嘉义的次参议会的议员 那么参加这个和平史的谈判 那就是所谓的处理委员会 大家知道除了台北的中山堂工会堂有一个全岛性的处理委员会 各地区很多地方都有处理委员会 嘉义市的呢是比较成熟的 我看来看去大概只有嘉义市的处理委员会 有真正的跟这个政府军方有多次谈判 所以那个孙志峻市长他从水上机场也说有冒险出来嘉义市跟他们谈判 为什么因为嘉义市民在那个时候已经相当的团结 在这个陈富志这个主任委员的带领下 成立了一些保安队 自卫队 还有高山组的我们的原住民同胞 从山上下来驻证 他们把这些国民党军都驱赶到水上机场去了 可是因为整编第二十一师在3月11号到达基隆 之后很快的从松山机场就运了一个营的士兵空头到嘉义来 就是用飞机把他运送到嘉义水上机场 这也是全台湾唯一的用飞机急急忙忙的把二十一师的军队空运过来的 所以在地的罗迪光营长呢在3月12号就进入市区了 堂堂皇皇的就是等于是翻转过来了 所以接下去就是这些枪决的事情 公然的枪决在嘉义火车站分三批 而且瀑斯 那么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 你看陈诚波这个画家 还有潘沐之医师卢秉钦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在嘉义市很有名望 所以故意用这种公然游街枪决的方式要来杀鸡捡猴 所以在嘉义市呢我们认为后来啦影响他的政治文化 无东西的人反对派一直都会动算 这有最大的关系啦 不过我要请大家输口一点 就是说这些图理委员会是主张和平谈判的 然后呢潘沐之的儿子他们那一辈的是年轻人是主张怕啦怕啦 就是这个狗狗猴都也要拉 但是呢潘沐之医师他是嘉义高中的家长会的会长 半路上去拦截他们那些年轻的朋友说 你这样去父亲而已不好啦 结果那些年轻朋友直问他说 你是台湾人还是台湾人 这个在我们那个不通过去的小册子里面呢 我在那个序里面有说明 这真是两难啦 表面上看处理委员会的和平谈判路线 跟年輕朋友的這個鬥爭武裝路線 應該互為這個後盾才對 增強力量才對 可是常常是不一致 產生了矛盾 這個東西就是顯示 我們整個台灣社會在那個時候 矛盾 你是要歡迎做國 還是要獨立主主 還是什麼是特冠 沒有想清楚了 那國民黨軍就過來了 來不及想 那麼人的思想 也不是換西裝一樣 從左右就可以換來換去 所以我是感到 我們今天在今年二月八的時候 當然要往前看 除了回顧過去 目的是為了思考將來 那麼我們台灣的路 一方面受到北京政府 受到華盛頓DC的影響 受到日本東京的影響 所以不是我們想怎樣就怎樣了 所以應該要先尋求 我們台灣內部的比較大的共識 然後能夠團結力量 而不是分世代 分族群 這樣的話恐怕難以達到我們要的目標 所以我們共生音樂節呢 其實有這方面的思考 我們不願意說把二二八的紀念 變成一個很單薄的 口號式的 或情感式的宣洩而已 希望用這個來跟大家互相勉勵 多謝 好的我們非常感謝